就是要让 然后再家人 恭敬供养出家人了 他干啥 他做仁天指示 显大人的那种像的了 你看有些 你到了咱们寺庙就知道 你看我们是从来不随手 拿东西吃的了 你不供养 让狗家不拿的 你这个供养师父了 那这个吃 你不供养这个不吃 那有条件就是不受食的了 不给你受食 你不能吃 那出家人就是要 端坐在这里的话呢 再要恭恭敬敬地 给你放到场 然后你拿起来就吃了拉倒 不许许这个残素食的 那中午吃了以后 你不是说我留下 过了一夜以后 我第二天才吃 这样不能吃的 那也告诉大家 在家的局势呢 大家在修啊 以后受了菩萨戒以后 你可以精进地修行的话 得正三国的 但是的话呢 那你正不到四国的 但是我这个是说的 要受戒上的这就是 但是那个白衣罗汉的话呢 那个优党别论的 我们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 然后你看他那里面呢 然后就修了 那个徐托韩国了 斯托韩国了 俄罗汉国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不能争四国呢 那就是在 你优婆色上聚在家里的话 未断了禅素食 那不能成就呢 阿罗汉的应供 阿罗汉是三德的了 那其中的话呢 一德就是应供的 所以那个 不莫拉 那个就是那个 破烦恼 不是一个无声了 应供了 破烦恼了 你成就不了 应供之德的了 所以出家 他是这样子的了 那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刚才就是出家好了 那他党言 出家的话和世俗的那种 心境他就不同了 你来到你专心的意义的话 你像现在的话呢 你看我们很多的局势 真的很可怜呀 下了岗以后 那家里头有多少口人 在等着你来养活的 那是过去什么 有福报的那种人呢 他可以坐到那 可以修行了 那真正的要世间 那些有钱的人的话呢 然后富贵修道难的 也有一部分那样的人的了 所以的话呢 不容易啊 所以呢 要想一想呢 局势们这样的 虔诚的这种心情 那么老远呢 然后来到这里 为什么这两天的话呢 就特地了 然后说这 初五 初六 初七三天 长路的事我是不关的了 那一定要来给 去什么呢 不关我们大家的得利的多少 总是要敬我的 然后这份新的了 就是要 就是说能够体会到 那在家居士呢 对法的那种的渴望 也可能说来到那三宝地了 所以这个我们学的还很少 我希望真的以后你们常来的了 尤其想年轻一点 能夺跑的话 想明年二零零三年 那我们办这个培训班嘛 各一年办一次 慢慢从那个基础的 从戒法慢慢的到起定位的话呢 有个次第那样修学起来 它也是应该你一生当中 广学多文 但是还要有几本的主要的 你继学主要遗于哪一本 那你定位的话 然后你遗于哪一些 这个也是 然后对于我们呢 互相这种学习 那互相提起 互相要有个这个帮助的了 那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在家的居士就是忽持佛法了 出家的呢 然后那就是偏重在诸使正法的 那如果不说法 读众生的话呢 那么怎样来报佛恩 那如果我们在家居士的话呢 你不公进公养三宝花 你怎么来报佛恩的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呢 出家在家的关系呢 就像我们这个四根大柱子一样 缺了哪根也不行的了 没有比丘不行 没有比丘宁也不行 没有男居士也不行 没有女居士也不行 所以呢 有四众围绕的地方 那个正法呢 才具足的了 然后财政理的话呢 这个正法还存在的了 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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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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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